好那我們來介紹第一位 我是謝凱勒 我在這次大會裡面 我是第八分營安全服務 那我是新北市新莊區 天鷹富士童軍團一四五團 好那第二位 我是凱翔 我是負責營地還有火石的 那我是原本是八五八五團的 新北武功的富士童軍團 大家好我是來自新北市 一四五團新莊天鷹 我的名字叫林佑蓁 那這次我是負責服務為安 所以他們三位羅浮 兩位在服務為安 一個在這個膳食組 那你們三位先跟我們聽眾朋友 介紹一下你們這個 個人參加童軍 大概多久的一個時間 大概七年了 大概從國中開始到現在大一 我從國中到現在大學畢業 大概十多年了 我是今年剛好算是十年 就從小學到現在大一 所以你們都是從小玩到現在就對了 對 那關於像這樣的一個童軍大活動 你們過去參加過幾次 嗯我是第三次參加 那我是第一次在營本部幫忙 之前都是服務小隊 哦就是對服的工作 在小隊服務 嗯大概參加學員 全國的是第一次 然後我也是第一次就在營本部 那我的話是我有參加過上次 就是也算是全國的 是高雄的成信湖 那那一次我還是學員 我還很小 那現在就是來幫忙當工作人員 所以那是七年前了 那七年前你是國小了 國小小六那一年 小六那一年 那你印象很深刻 應該就是下大雨是不是 對下大雨然後梨令 然後我的鞋子都拔不出來 然後這次來到成功嶺 這個有沒有特別的感覺 一開始大家都非常的興奮 第一次來到軍方的營區這樣 其實覺得蠻特別的 就因為我跟我朋友說 我要來軍營裡面錄影 他們都覺得蠻特別的 可是又覺得限制很多 然後而且就是蠻多 其實收訊也很難 就是還是有一定的困難在 所以本來從很興奮一直到最後 就是有點限制很多就對了 是不是 不像過去童軍活動 這麼自在這樣 感覺比較嚴謹 那天氣呢 跟過去的一些大活動比較起來 天氣的話好太多了 至少沒有一直下大雨 像澄清湖那一次 可是昨天 我覺得晚上有點恐怖 有點恐怖喔 每個人 可是現在來第二天還說不太準 而且好像 以前好像天氣預報說 可能會有人來颱風對不對 對啊 好像目前沒有登錄吧 你們是在哪一天開始進來的 我們 我是昨天 昨天 昨天報到就對了 我前天就來了 那服務到現在 感覺怎麼樣 還蠻辛苦 還蠻辛苦的 可是你們三個現在很閒 才會被我抓來訪問 我們是 終於閒下了 我們是剛好忙完了 對啊 所以本來你們 訪問之前你們在幹嘛 剛才是幫忙台餐 我們就是負責幫忙他膳食的部分 對 互相幫忙 我們互相支援一下 因為他就是人比較少 所以我們就是會互相支援 所以你們都是算第八分營的工作人員 對 那像你們這樣的服務羅伏大概有幾位 有活動組的加起來大概有 大概有二十來吧 差不多 有二十位 因為我們這個營區幾乎是活動組居多 所以他們幾乎常常會外出 活動組就不會在這裡 對 就有我們幾個 所以留下來就比較倒楣 就是要一次被臨時抓公差 也不是大家忙的東西不一樣嗎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大家職責不一樣 對 這幾年其實學的很多 就是 到來建設很多 就團體的生活啊 跟你個人都不太一樣 因為你團體大家互相合作 那種感覺是非常棒的 我是覺得同軍可以 帶給我們東西當然是很多 但是有一個是非常 跟外面不一樣 是真誠 其實我們在這裡面 不會像現在在成功裡 就不用怕自己東西被偷啊 或者是任何就是 你可以很信任對方 不一定喔 我是這樣覺得啊 至少我在大陸 你從來沒有被偷過東西 而且就是 你如果有什麼需要幫助 當你處在那種很無奈的延伸 就處在那邊 人家就會看到 我就會想幫你 就不會像外面人 可能就走過去 就不幹我的事 對啊 那你們三個對國際活動 有特別的興趣嗎 我是 有啦 對啊 我知道錢很重要 就是語言更重要 你們語言自己有沒有準備 沒有安排 沒有特別安排 可能國內的國際活動先 對 像這次八月的羅浮大會 你就有參加 你是工作人員 還是參加學位 我們是工作人員 可是工作人員 服務 羅浮 跟這樣子服務其他的 同軍小朋友有沒有差別 我覺得學到的東西不一樣 不一樣 因為你面對的 會面對更多的關卡 因為像我們在裡面算是 比較偏核心的團隊吧 就比起現在在分營區 就會學到更多 而且你服務的是 一個大學生的時候 你就會用自己的立場相 也會用 當我是工作人員立場相 所以就會比較不一樣 比較有同理心 對 所以現在就比較沒有 沒有我們還是有 所以我們才會幫他們 對 我們還是有很多事情 會幫他們 服務到現在的感想 羅浮有時候 跟這個所謂的團長 有時候會有一些衝突 因為有時候 你們就會被叫來教育 心裡就不舒服 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覺 以前衝突 以前有啊 我覺得難免 對 一定加減都會有一些 那現在到現在 還沒有這種感覺嗎 這兩天還沒有 可能還沒有 就是還不夠久 對 我知道時間越久 就越悶 因為人機會爆發出來 會覺得 會覺得 是不是有更好的辦法 更有效率的方式啊 喔對 有時候這個老人家難免 開會 或是幹嘛 就講的比較多一點 那你們就比較受不了一點 因為其實是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對 這也是學習 搞不好等你們以後變團長 你們也會變得很囉嗦 我是希望不要啦 三個都參加這麼久 那以前到現在 有沒有你們其他的同學 對同學很好奇 然後問你們說 為什麼你們這麼熱衷參加 會很多 那你們都怎麼解釋 樂在其中還是就 反正就是這樣 沒有我會搖他 說你要不要一起來 可是很難對不對 對 我怎麼沒看過你帶任何同學來過 真的很難帶 很難邀欸 對啊 同學這種東西 興趣不同 很難跟他 很難講出來 很難跟他解釋說 他的樂趣在什麼地方 對 因為他們既定的印象很難感 我們就是喜歡 我們就是喜歡在這裡 然後他們可能 就進來會覺得我們在 為什麼要在這裡受苦受虐 對 其實像現在就是 在家吹冷氣就對了 對啊 對他們來講 所以這個沒有 真的實際參加過的 很難體會那種感覺對不對 對 最後講講你們三個彼此好不好 你們三個彼此 過去有沒有一些特殊的情感 或者是這一次 我們兩個是同團的 所以我們兩個有意思 兩個比較熟 我昨天晚上才認識他 所以中間介入的是第三者 對他是第三者 而且是就是 莫名同寢室跑出來的人 不同還不同寢室 不同室室 不同室室 就是 大家認識的機會很高 對啊 反正年輕人就這樣 對啊 就算以前不熟 然後也會馬上變熟 羅夫的好處 還蠻容易聊一下 聊天 就是可以混在一起 或者是睡午覺起來 聊個天 那既然你想聊到話題 聊什麼話題 聊過去參加過的活動 也是同群方面的話題 對 這個就 這個很好聊 比如說 上次去那個成功 去那個 陳津湖 那個雨真的是嚇到 可是你也要遇到 跟你們差不多有共同參與 如果是新來的羅夫 可能就比較難聊 可是 我覺得 錄影的經驗好處就是在於 你可能錄不同的影 不同的感受 但是你講出來的話 每個人大家可以這裡參雜 那裡參雜 那就覺得很有趣 喔 了解 對 所以錄影的經驗都是共通的 好 謝謝我們三位羅夫 謝謝